香港人好像仍然未接受到 其實這個社會除了人之外還有動物 對牠們很多不公平的狀況 同一時間可能每年都有幾千隻小狗 是因為沒有家而被人人道毀滅 但同時可能每年有差不多一萬隻狗 在充物店被人賣回來 一些品種的追求 對牠們特別是運種狗、唐狗來說是很不公平 所以我們其中一樣在舊狗之家做的事 就是希望做一些公眾教育 讓公眾去明白 養一些被人負責的狗都是很好的 或者一些未必是純種狗、漂亮的狗 但都很值得有家的 我經常都會說 領養和買唯一一個共通點 就是都不可以衝動 第一就是香港人很多時候工作都很忙 可能有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根本沒有時間 其二可能都是空間的問題 因為香港很多地方是不允許養狗的 再想的就是可能未來的十幾年 都是無論你個人的環境、生活方向 為何改變你都要一路照顧到一隻狗 這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因為香港的街道太窄了 而且真的很繁忙 全神貫注要在一隻狗裡 雙手都應該要保持靈活在一隻狗裡 不要搞多餘的東西 電話那些放在一邊 我們不拿著了 有機會你的狗可能是對人、對車激動的 可能地上有雞骨的 可能有毒藥的 就算你的狗是很怪的 街上會有其他狗 而並不是每隻狗都那麼OK的 所以我們覺得最重要的 真的是狗家長要全神貫注在狗的身上 你感覺很怪獻 情味道 我們不小心